長輩們欣賞自己的創意作品 討論起來 佛光山慈悲社會福利基金會 今年七月 開啟在宜蘭郊西鄉 二傑社區舉辦課程 而日前迎來最後一堂課 林法學員們也準備 生命藝術成果展 生命藝術成果展 把長輩的生命故事 濃縮成12個主題 進行藝術創作 期許長輩能夠 繼續再來社區上課 感謝我們親愛的老師 還感謝什麼 感謝親愛的各位 有什麼 我們有這個 不認得可以 不認得有辦法 有這麼多作品 藝術作品 象徵留下課程印記 長輩學員也在課程尾聲 大聲歌唱 分享這幾次的學習心得 就有長輩表示 有學員一起上課的感受 非常幸福 還有長輩感謝師傅舉辦課程 贈送禮物 社區長者都好開心 我這個人 我送我 祝福 祝福 好開心 謝謝 你現在在哪裡 現在在社區 在社區上學 我一直在這裡 在同學 在那裡就很幸福了 會集多達11次的課程作品 舉辦生命藝術成果展 期間學員們彼此分享授課心得 並由藍陽仁愛之家 廟鎮法師 辦發證書給予鼓勵 帶給礁西社區 引發獎備 十二堂 美好的藝術課程饗宴 那這位是林均義 宜蘭參謀報導